前副總統連戰今天下午在七海園區舉辦了他個人的新書發表會 也就是他一生在政壇的回憶錄 而今天在這個發表會的現場呢 包括許多藍營的大咖像是國民黨主席朱倫 還有前總統馬英九立法院長王近平 還有前高雄市韓國瑜等人都到現場來 可說是藍營大咖的大集結 會看到在台上呢 已經86歲的連戰今天的氣色 看起來還是不錯的 雖然滿頭的都是白髮 不過他今天看起來是有做足了事前的準備 來看一下稍早連戰在台上的發言 我在公門服務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在維護中華民國立場 建設台灣進入開發國家之林 以及改善兩岸關係上面 我們已經盡了心力 無愧國家民族 好 各位大家好 86歲的連戰在台上的講話 是慢慢地把話說清楚 他說其實希望這本書呢 能夠對政壇帶來的影響 也希望說大家可以讀完這本書之後 還是可以除了可以這個 讓大家了解台灣政壇的脈絡之外呢 也可以繼續地來推動 兩岸的和平發展 以上就是現場中的情況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